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种冬瓜 你看我们的冬瓜挂得满满的 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长的 其实这个冬瓜呢 非常的容易种 它就是生长最旺的时候 就是我们过了这个夏季最热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在初秋的时候 它长得最旺 你看它接着很大很大 每天好像都能感觉出它在膨胀 所以长得非常的好 那么以前呢 我们也种过冬瓜 都不成功 那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错误的理解了冬瓜 因为我们在春天的时候种冬瓜以后 我们它也长出来疼了 结果不接瓜 我们想这冬瓜怎么光接疼不接瓜呢 所以就拔掉了 实际上我们没有等到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现在 那么实际上冬瓜呢 它最佳的生长的温度期间呢 就是65到85之间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下个星期的这个温度都非常的失忆 那么太热或者太冷 它都不接瓜 其实啊 很多肉食型的植物 比如说辅首瓜呀 还有这个冬瓜 就是它肉比较多 比较厚的这样的肉食型的这些植物呢 它们都比较喜欢比较冷一点 就是温的那样的一个气候 太热的时候 这时候它长很多的藤子 它不接瓜 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就等不到时候就把它都拔掉了 实际上这是我们的错误 其实我们这个冬瓜的种子非常容易获得 就是我们买的冬瓜 然后把它切开 里边都有种 然后我们把那个种留下来以后就可以了 那么到春夏的时候 我们把它摘下去 然后它的藤子泛滥起来以后 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等到足够的 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那么我还发现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一个藤子 基本上是接一个到两个瓜 接瓜不多 但是每个都接的很大 所以说你种的时候可以相对的种的多一点 然后让它这样每一个棵都接很多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冬瓜 另外冬瓜的这个抗病性特别强 你看我们要是南瓜种这么挤的话 它肯定很多叶子都会长真菌 但是冬瓜你发现我很拥挤 但是它没有一个叶子是长了真菌的叶子 所以说它这个抗病性特别强 特别好 那么很多小润瓜也出来了 另外这个冬瓜呢 我们这个肥料的要求 我们最好多给一些淋肥和甲肥这样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些可以有助于它的这个茎 它的藤子的这个生长 因为这些藤 特别是甲肥 它的这些藤子的这个生长呢 都离不开甲肥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因为它长得很疯 所以说对甲肥的这个要求量也相对的多 所以我们要注重于给一些淋肥或者甲肥 那么甲肥从哪里得来呢 大部分就是说我们多给一些march 那些march就是那些培根之类的那些土壤 就是很粗糙的树皮那样的小细树皮那样的土壤 然后给它加进去 我们叫做march 那么给它这样的土壤呢 它有利于它们藤子的生长 也有利于接瓜 另外我们这个冬瓜 它一旦接出来很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用个网兜 把它搂起来 因为它很沉 那么有的可以长到几十斤那样的大 所以说呢 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最好我们找个网兜 把它搂起来 这样的话 免得它把这个藤子拉下来 或者是折断掉下来 另外冬瓜的这个成熟呢 需要三到四个月期间 那么我们从八月份开始接瓜 那么应该说我们到十一月就可以收获 那么现在可以看出它已经长得很大了 那么以后呢 它还会继续长大 所以大概都能长到几十斤左右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呢 冬霜日来的比较早的话 你应该在冬霜日接冰之前呢 把它们收获 那么因为我们的地比较少 那么所以说呢 它就我们在地里边种了这个瓜 然后它们藤子就已经爬到地的外边水泥地 那么照样在水泥地上到处跑 到处接瓜 非常的漂亮 非常好 那么如果现在你开始种冬瓜呢 稍微有一点碗 不过还可以把种子放在发育 育种的时候 注意碗间的拿到屋里面去 因为室外的温度还是比较凉一点 这样的话 在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让它尽快的发芽种上去 这样的话它还可以长出藤子来 然后接瓜 虽然没有那么好 但是肯定还可以接瓜 如果您有什么神奇的效果 请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您的小小的一个举动 可以帮到我们去传播跟更多的人 来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